一爽6.4亿 政单位这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啊 75位明星接连注销200家工作室 我一直在想啊 这明星们这是心态大了吧 怎么还在偷偷漏水呢 三年前某冰冰就是因为阴阳合同被爆 差点深陷牢笼 最后补齐了8个亿的税才顿地消失 但最终呢 献心令彻底挡了他挣钱的康庄大道 三年之后某爽心拍戏77天就挣了1.6亿 相当于一个月薪5000的人不吃不喝 挣2669年的工资总和 换句话说呢 咱们要从春秋战国开始挣钱 挣到现在才行 而这1.6亿元的偏重呢 甚至已经是超过了影视行业9成以上 上市公司全年净利润 以及超过了一半上市公司全年的净利润 这背后据他前夫张衡透露 又是阴阳合同在作怪 那到底什么是阴阳合同呢 其实所谓的阴阳合同字面意思就是 阳奉阴维 针对同一份合同事项签两份以上的合同 对外的一份的叫阳合同 是给大家做做样子的 比如说国家的限定演员的最高片酬 不能超过5000万 可有人愿意给一个亿怎么办呢 这种情况下就通过多走一份 只有你知我知的阴合同来逃税解决 这阴阳合同上的金额差 就是被逃走的钱 这些钱是没有打税的 阴阳合同是明星常见的避税的第一种操作 而第二种操作就更汤而光之 那就是开公司 那为什么明星不管大小 基本上都有几家甚至几十家的公司 因为发工资给演员很不划算 按照税法 个人月薪超过8万 税率是45% 也就意味着8万之外的片酬 有近一半要上缴 明星以个人身份征收的所得税的税付是很高的 因此明星就会选择成立工作室或者是公司等等 让对方把片酬打进工作室 缴税就可以按照工商户缴纳 而不是个人所得税来缴纳了 而只要公司足够多 胆足够肥 这个税收就能够足够的低 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明星甲有ABCD四家公司 它以工作室A之名参与了爽到明星电视剧演出 制片方就会把片酬打入A公司 但如果这笔钱有1个亿那就太高了 一次性操作违反了现金禁令部说 还要扣35%的个税 对明星来说呢这是很不划算的 于是这笔钱呢就会以理财或者投资的名义 由A转入到B公司 甚至呢再由B进入到C 再由C进入到D 以此类推 直到需要缴纳的税点为最低 甚至为零的时候 再通过买车买房 给现金等级方式转回到明星账户 比如说本来呢片方要掏出800万 其中的纳税400万 明星收入口袋的是400万 这才是合法的 但现在片方呢直接给明星工作室注资400万 工作室转头买车300万 餐饮酒店报销100万 400万其实都是明星的花费 直接逃税了400万 但是呢比起层层降税 找一块风水保地更能够一向到位 明星避税的第三种方式呢 就是找避税天堂注册公司 其中一块胜地就是霍尔果斯 这里曾一度聚集了冯小刚 徐敬蕾等一些大牌的导演明星 上万家影视企业 因为霍尔果斯规定啊 截至2020年年末 五年免税 五年减税 但是某兵事件之后呢 明星集体霍尔果斯大逃亡了 大量注销公司 最高峰的时候 仅一离日报 一天就登了25条注销公告 而现在呢 海南的税收优惠 让影视产业饥饿的目光 又投到了那里 其实一人开公司 无可厚非 但爽心现象的背后 是社会歪了道 拆分收入 偷逃漏税 这种让天价偏酬 还更高一筹的行为 是必须打击的 这是国家的宏观政策 让穷人承担更少的税负 让富人承担更多 让先富起来的人 不要圈地贪婪 而是带动后富 迈向共同富裕 整改偷税 只是一个开始 后面还会有更多 更深远的改革 至于郑女士 会不会真的是 拔出萝卜带出泥呢 暂时还不知道 但吴德莫谈义 生而为人 必须有所敬畏 关注小瑶 带你一起看商业